大家好,我是XG 那好久没有给大家讲日本的案件了 今天呢,给大家说一个比较特别的案子 因为这个案子呢,勾起了我以前上班时候的回忆 那日本成人礼呢,是在每年第二个星期一举行的 这一天所有年满二十岁的日本男女呢 都会穿上圣装庆祝自己正式成为成年人 那大家可能不太理解成人礼有多么的重要 但是对注重仪式的日本人来说 成年不参加成人礼呢 就好比我们结婚但是不举行婚礼一样 那成人礼当天刚成年的女生都会穿上名为正绣的和服 那顾名思义就是袖子长到可以甩的和服 也是未婚的日本女生最正式的传统礼服 那虽然也有人会选择直接买下来 不过因为价格非常高 所以跟婚纱一样一般都是跟和服公司提前预约租借而已的 Hare no hi呢就是其中比较有名的一家 那不过2018年成人礼当天 Hare no hi却突然宣布倒闭 让很多的日本女生错过了他们一生人一次的重要庆典 那然而Hare no hi其中一家分店的店长呢 不顾公司高层反对 即使是无偿也坚持要撑到成人礼当天 那到底Hare no hi内部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而让分店店长坚持要开店的到底是爱还是责任呢 那Hare no hi是小旗阳一郎在2011年创办的 主要经营和服的买卖和租借业务 那除了在横滨的总店以外 在竹波东京霸王子和福岗的天神都有分店 那除了买卖和租借和服以外 公司的网页也显示有很多贴心的服务 包括要免费搭配和服的事物和鞋子提供 那只要达到一定金额呢 甚至连拍照和化妆都是免费的 而且店面装修豪华 店员亲切 那公司的网页还写着 希望能为参加成人礼的女生创造难忘的回忆 在招聘页面上也写着离职率低 不用跑业务等等 所以刚成立的时候呢 哈列诺亦的业值确实不错的 那不过事实上 公司员工的离职率呢 却非常的高 其中一个原因就是 公司各种莫名其妙的规矩 那哈列诺亦的员工 每天都要在早会上 大喊小齐定下的所谓亮晶晶语 包括谢谢 感谢 幸运和幸福 那不只是在早会上说 每个人见到小齐的时候呢 也都要说亮晶晶语 小齐还跟员工说 因为神明都喜欢闪闪发光的人 那所以员工的事物呢 也都要亮晶晶的才行 那如果光是这些奇怪的规矩呢 也就算了 但是最令员工难受的 就是电话销售的业务 那小齐会准备好 来历不明的电话名册 然后规定员工每天 要按名册打300到400个电话 而且对于那些没有签约的客户呢 即使被骂的再惨 隔天也一定要再打一遍 一直打到能行为止 这种高压的工作环境呢 自然让很多员工都受不了了 但小齐认为只要不断的打电话 加上扩充分店的数量 业绩就能够继续的上升 所以他定下了2020年前 要在日本全国开100家分店的目标 那不过事实上 小齐分店选址呢 都是租金非常高的地段 加上免费的附加服务和礼品 实在是太多 公司很快就转营未亏 但即使是这样 小齐每年还会给自己 发4500万日元的经费 那当然这些钱不是用在公司上 而是给他自己花天酒地 他在夜总会上高歌的身影呢 也被员工派了下来 9751 一直亏损的财务报表呢 很快让小齐没法从银行那边融资 于是他又让员工做假账 但即使从银行又借来了6500万日元呢 很快又被小齐花光了 经营困难的情况呢 也很快影响到了其他的分店 2017年9月开始 员工发现公司没有发工资 那分店员工问总部的高层 高层又去问小齐 那这个时候小齐才说 公司在准备收购合并 再等一到两个礼拜呢 就会发工资了 那当然员工等了又等 还是没有拿到工资 小齐也只是跟员工说 自己也没发工资很久了 有什么办法呢之类的话 那很快哈利诺希原本49个员工呢 只剩下10个人 其中一个呢 就是福刚天神店店长 他留下来的唯一一个原因 也只是不想背叛 已经预约了几个月后 承认礼合福的客人的承诺而已 那不过事情很快就变得一发不可收拾 因为总店没有钱支付给合福的供应商 供应商也停止了对所有分店的供货 那当然所有分店店长也知道总部是靠不住了 所以他们决定跳过总部直接联络起其他的分店 看分店之间的库存能不能互相的补足 那福刚店店长呢 也尽了最大的努力和其他分店沟通 但缺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结果福刚店长自掏腰包的出钱给垫了 那事后有记者问他为什么会这么做 那可是即使福刚店长垫了一部分的钱 金额太大实在是差得太多了 那店长在成人里前一个月再打电话给供应商求情 那结果没想到供应商主动的跟店长说 他们也不希望让参加成人里的女生失望 所以就算没钱支付呢 也会给福刚店供货 那就这样终于把最后的70件合福也都准备好了 那虽然在这个时候包括店长在内 所有员工都已经三个月没有拿到工资了 但是他们还是觉得非常的开心 那不过同一时间在总部那边 连总部的高层也跟小琪说 趁到这次成人里结束之后 他们也会辞职 但没想到小琪威胁他们说 如果要辞职的话 连这一次成人里呢也直接不搞了 那听到这句话就连公司的高层也心寒了 结果横滨总店的员工全部集体辞职 那2018年1月5号 距离成人里还有三天的时间 福刚店却突然收到通知说 负责成人里当天的发行师 因为受不到钱不会来 那即使福刚店长马上打电话给总部确认 总部却跟他说 全怪他们不努力 公司业绩变差 才会弄成这样 那承认你当天福刚店有123个预约 至少需要20个专业的发行师才能够处理好 那福刚店长呢 只能去拜托他认识的发行师看看 那可是他根本就没有钱付 如果直接说没钱的话呢 肯定会被人拒绝 不说的话呢 自己良心又过意不去 店长还在由于到底要不要讲的时候呢 其实发行师早就已经看出来了 他跟店长说不用担心钱的事情 自己一定会尽力帮忙的 那不过麻烦还是这种而来 2018年1月6号 距离成人里还有两天的时间 福刚店长突然又收到总部的通知说 专门帮客人穿和服的着服是不会来了 即使店长一再强调福刚店123套和服都准备好了 总店的人还是跟他说已经决定了全线结业了 那这一次店长真的是忍不住哭了 他不甘心为什么就只差那么一点点 也不甘心要背叛满心期待的客人 那承认你当天有123个客人 如果没有专业的卓富士的话呢 肯定是弄不过来的 那于是他直接打电话给卓富士 打算即使要跪下来 也一定要请他们来帮忙 那没想到卓富士让店长放心 即使没有钱呢 他们还是会来的 那2018年1月7号 距离成人里还剩下一天的时间 那不过这个时候推特上 关于哈雷诺希的消息呢 已经炸开了 那原来卓博士的成人里呢 比其他地方早一天举行 虽然哈雷诺希卓博分店的店员 在没有卓富士的帮助下呢 完成了当天的预约 不过因为缺少人手 让不少女生都迟到了 结果关于哈雷诺希的消息呢 就在推特上传开了 但是不知道状况的人呢 还是有很多 他们按哈雷诺希给出的通知 在成人日当天早上4点到达了店面 那结果却发现 横滨和霸王子店都只剩下空壳了 很多家长和他们的女儿 到附近的派出所报案 有些女生决定穿西装参加典礼 但也有不少女生呢 受到了打击 索性不出席了 那唯一有开店的福岗天神店 靠着店长、员工、发型师和卓夫师的无偿帮忙 有惊无险的完成了123个客人的预约 但是预约了明年的客人收到倒闭的消息 也赶到来福岗店 而店长唯一能够做的就只有不断的道歉 但是最应该要负责的小琪呢 却一直都没有露面 直到成人里十八天后 他才举行了记者会 那到底承认你当天小琪在哪里呢 原来在2017年9月的时候 哈雷诺日已经负责6亿日元 但是小琪没有尽快的宣布结业 在倒闭的半个月前还继续接受预约 那当被问到如果是他家人 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他会怎么办 但即使受影响的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人 金额达到了314500万日元 日本警察表示没有办法立案 只能以欺诈银行获得融资的行为呢 起诉小琪 最后他被判了两年零六个月 值得注意的是 当时受到哈雷诺日影响 参加不了成人里的女生 有很多都是今年大学毕业的 但因为又刚好遇上这次的疫情的影响 很多大学都取消了今年的毕业典礼 而没法参加 看到这个案件呢 就想起我以前在日期工作的经理了 每天在早会上 也是要重复说着一些没意义的社讯 那我也试过每天要打300个销售电话 而且每天打完电话之后呢 还得开会说检讨 怎么样才能打得更好之类的 而最让我受不了的就是在日期工作 好像整个人卖了给公司一样 完全没有了自己的私人生活 那可能是文化不同吧 但我以后都不会再去日期工作了 那好了 我是XG 我们下次见 拜